唐朝是我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朝代 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将中国推向了世界的顶峰 唐朝的开国皇帝是李渊 第二任皇帝是李世民 他是李渊的第二个儿子 唐朝在刚刚建立的时候 被立为太子的是李渊成 他是李渊的大儿子 虽然李世民在战场上立下了很多的汉马功劳 但是因为嫡长子继承制 他并没有被立为太子 而是嫡长子李渊成成为了太子 这让他心中非常的气闷 这让他一直耿耿于怀 在他看来自己立下了那么多的功劳 按理说自己才是最好的太子人选 但是却认为自己不是嫡长子 所以失去了太子之位 这让他非常的不甘愿 据说在太元刚刚起兵的时候 李渊就曾经承诺过他 如果真的最后成功的话 就会立他为太子 显然李渊失言了 在建立了唐朝之后 立了李建成为太子 而李世民只是被封为秦王 天下平定之后 因为李世民立下了很多的战功 功高盖主 不管是在民间还是在朝廷上 都有着很大的威望 这影响了李建成的太子之位 李建成也感到了威胁 所以就联合李渊及排挤他 李渊虽然是唐朝的开国皇帝 但是比较优柔寡断 导致朝廷政令相互冲突 李建成和李世民 你争我斗是如水火 最终导致了后来的玄武门事变 唐武德九年 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 杀掉了自己的兄弟 李建成和李渊吉 甚至斩草除根 将他们的儿子也斩杀殆尽 玄武门政变之后 朝廷大权基本都被李世民掌控了 李渊既气愤又无奈 但是当时只剩下李世民 这一个拿得出手的继承人了 无奈之下只能退位让贤 把皇位让给了李世民 李世民得到皇位 是他的血腥走上来的 世兄篡位 也许有人会问 成为皇帝后的李世民 对于自己曾经的做法 有没有感到过后悔 而且他和太子李建成之间 到底有着多深的芥蒂 这都是一些不为人知的历史 专家也是无从得知的 直到一块墓碑的出现 揭开了当时不为人知的真相 也让人们看到了李世民 丑陋的一面 2005年 陕西西安的一个地方 正在进行大型的施工建设 工人们在加班加点的干活 在施工过程中 意外地挖出了两块石碑 因为石碑上刻着文字 所以工人们以为自己挖到了宝贝 所以起了贪念 趁别人没注意的时候 就将这两块石碑藏了起来 工人想着 这两块石碑很可能是古代文物 所以就偷偷联系了文物贩子 很快就将这两块石碑卖了出去 直到好几年以后 当地的公安在抓捕文物贩子的时候 追毁了这两块石碑 经过考古专家的仔细研究 发现这两块石碑 应该是某一处墓葬的墓志 而石碑上的文字 显然就是墓志明 经过专家的仔细鉴定 发现这就是李建成的墓志明 墓志上的文字 只有55个字 大唐故西隐王墓志 王会建成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 轰于京师 月以贞观二年 遂赐物子正月 四有素十三日新有 藏于雍州长安县之高阳园 这样的内容让人不仅感到唏嘘 李建成就算是被杀了 在夺位的过程中失败了 但是毕竟是曾经的太子 有着尊贵的地位 但是死后却仅仅只有55个字的墓志明 上面只记载了他的名字 四号 死亡时间 下葬时间 以及地点 除此之外 再没有其他了 在唐朝的建立过程中 李建成也做出了很多的政绩 但是他平生功绩 以及曾经的太子身份 都没有提及 作为太子来说 这样的墓志明 是非常寒酸的 这样的情况也令人震惊 更让人意外的是 墓碑上把李建成称为 大唐西王 四号隐 经过专家的仔细研究 发现墓志明上 有明显的篡改痕迹 隐字是重刻的 后来专家查阅了 大量的史籍资料 在唐汇药上 有着关于李建成四号的记载 在结合墓志明中 磨损的残留笔画推断 修改前的四号应该是零字 后来才被改为了隐字 虽然只是改了一个 但是隐这个字 是有着特殊意义的 包含了李世民 对政变的隐蔽心态 而且通过翻阅史书 我们可以知道 隐这个四号并不好 有着生前勿国 无理无为的意思 还有善于伪装隐藏的意思 是一个十足的恶四 从这个四号就可以看出 李世民对于李建成 是非常憎恶的 就连给他拟定的四号 也是恶意满满 除此之外 李世民也是借由这个字 暗示朝廷大臣和百姓 不要谈及这个人 想要将他从世间抹掉 不再提及 历史上大多是对李世民的歌功颂德 唐朝建立期间立下了赫赫战功 但是李建成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在起兵太原的时候 也率军平定山东 后来在朝堂上运筹帷幄 才有了唐朝的顺利建成 他的功绩 也是不逊于李世民的 但是因为李世民 历史上对此并没有进行过详细的记载 虽然史书上没有记载 但是这块木质 却真实的保存下来 也侧面反映了李世民 对于玄武门政变的侧隐之心 以及他在针对李建成的政治立场 他试图用隐这个字 否定李建成的政绩 也因此看出了他丑陋的一面 李世民当上皇帝 是通过发动政变 而李建成才是被认定的皇位继承人 显然在整个事件中 李建成才是被算计的人 但是圣者为王败者扣 史书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所以史书上对李建成的记载 并不是很多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安徽考古队挖出连坡木 发现一巨大石条 揭开盗墓贼不敢挖的真相 战国四大名将 分别是白起 连坡 李木 王俭 下面我们要说的 就是其中之一的连坡 提起连坡 我们还是很熟悉的 比如连坡和令向如的故事 连坡赴金请罪 连坡的一生真的是无比光耀的 征战无数 而且从没有尝过败迹 堪称是战国时期的鼎鼎大名的大将 连坡这么厉害 是不是也曾经拜过明师学习呢 这个在历史书上倒是没有这样的记载 连坡是靠着自己一步步走过来的将领 后来的连坡经历过赵武凌王变法 让赵国一跃成为强大的军事国家 而连坡正式被重用 还是在赵惠文王时期 连坡曾多次立下了赫赫战功 打败过齐国 秦国等 真的 当时秦国遇到连坡 等于就是遇到了克星 只要连坡在 秦军似乎就无法取胜 但是后来我们知道 后来连坡被撤职了 原因是 因为秦国利用了反监计 后来换掉连坡 而启用纸上谈兵的赵阔 最后在长平之战中被狠揍了一顿 虽然最后连坡重新被启用 但是新上台的赵卓 湘王并不对连坡感冒 为此连坡投奔到了魏国 但是到了魏国的连坡也不受到重用 毕竟自己之前那是魏国的敌人 而且魏国很多的将领都非常的痛恨连坡 连坡最后以抑郁而死的 毕竟空有一身本事 却没有机会魏国尽忠 就死在了楚地 连坡死后被埋葬在了 现在安徽寿春八宫山中 而且连坡墓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 但是却也没有遭到盗墓贼的偷盗 这是为什么呢 毕竟连坡可是战国的名将 再怎么寒酸 古墓中也是有一些金银财宝的 那么为什么盗墓贼却不去挖掘呢 其实哪里是不愿意去挖掘 而是不敢 因为传说连坡墓时不时会传出车马奔腾的声音 为此盗墓贼非常的害怕 万一是连坡显灵了可咋办 那可是要吃刀子的 而这个谜团在1972年被安徽考古队给揭开了 其实是因为连坡墓中有块巨大的石条 这个石条是为了防盗的 在石条下面有一个排水渠道 石条也有防止水渗入墓室的功效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下雨天的时候 连坡墓会出现车马奔腾的声音了 其实就是水流的声音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